3 2 1 Actio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Tina 大家好 嗨 我叫玉萍 我32歲 然後我 我第一個小孩是27歲的時候生 所以現在5歲 第二個小孩是最近剛出生 兩個月大 當妳當初聽到自己懷孕的那一瞬間 妳那時候腦袋經過有什麼想法 其實那時候我懷孕的時候有算那個 排卵期 然後在懷孕的 然後那時候驗出來的時候非常非常淡 然後我都懷疑是不是不是 就是不是真的有 然後我老公是他看到的時候 就是非常非常淡一個線的時候 他就立馬就抱著我 然後他就覺得說好像 就是 就是要有一個 就是 新的生命那種感覺 他就很開心這樣 妳現在講起來也很開心 真的啊 所以妳戴口罩 但是妳的眼睛是笑咪咪的 是一個滿快樂的 對 所以當妳聽到自己有小朋友的時候 都是很快樂的一項事情 好 第一次好了 第一次聽到自己懷孕妳有什麼想法 第一胎 其實我兩胎都是有一點點預期中 就是我覺得時間到了 或是我覺得我想要生了 然後就沒有避孕 然後就大概一兩個月就驗到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照在我的預期之中 沒有到就是非常的意外 但是知道的時候還是很開心 因為我就會事先就開始推算那個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驗孕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驗到這樣子 也太精準了 好不好 太誇張了 好 那妳為什麼會想生兩胎啊 其實我原本只想生一胎 因為生完第一胎的時候 那時候改變太激烈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只告訴自己說 我只想要生一胎 那我也告訴自己說 不要擔心小孩沒有人陪 因為每個人都是孤單 就每個人要學會怎麼去找辦 或是學會跟自己相處 但是後來 因為 就是其實有一些轉變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 有很多一個姊妹的人 那遇到了爸爸就是生病 或是媽媽就是需要看病的時候 遇到那種生老病的時候 發現其實有些事情只有自己的家人 就是姊妹能夠承擔 那我不希望我的小孩未來是很孤單 因為其實你有伴侶 但是有時候伴侶 並沒有辦法幫你分攤 那個難受的時候 就會讓我想要再生第二胎這樣子 那妳看到孩子的那一瞬間 妳有什麼想法 老實說我那時候只是覺得 喔 終於解脫了 然後躲在我身上我沒有感覺 OK 所以是解脫了 然後就是終於 終於把小朋友生出來 對 那麼辛苦的過程中 妳生下那個小孩的第一個瞬間 妳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我哭了耶 我兩胎都哭了 為什麼 對 就是覺得好不容易等到妳 就是 其實那個過程是很複雜 就是妳不會感受到 她從妳的身體出來的那一瞬間 她是滑出來的 但當妳把她滑出來之後 妳終於知道說 妳等待了那麼久的時間 總算有結果了 然後看到小孩的時候 妳其實會很感動 會跟先生一起感動 這樣子 感動的時候就不想妳哭出來 那妳覺得 總體而言啊 有小孩子以後 妳會覺得是一個 過得更幸福嗎 還是還好 我覺得會就是 人生的順序會不一樣 妳可能之前會把時間 放在工作上 或是放在某些成就上 可是現在妳就會覺得說 我人生的就是 就是小孩 我覺得這一段是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跟小孩相處的時光 是最重要 然後我就會 把我的一些工作往後 小一點點 對 就變成小孩優先其他隨便 就是我覺得 比較對我來說 比較有價值的事情 是跟小孩陪伴這段 OK好 那有小孩子了以後啊 妳覺得妳生活是變得比較幸福嗎 我自己覺得妳要去調適 因為其實妳會犧牲非常非常多 妳可能原本習慣的事情 但是有小孩 大致上來說還是快樂 快樂大於幸福 她的快樂是包含哪些部分 快樂包含妳會發現說 她其實 妳看著她的成長過程 妳會很快樂 然後看著她衝過來 對著妳還媽媽 或是她對妳的依賴 妳會覺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所以妳會感到快樂跟幸福